张贝提名人以及行政院理议秘书长 各位列席各位长官 请贝提名人 请张贝提名人 张贝提名人你好 我想还是我要引一句话 就是说当年在这个 您跟令堂在二十八时期 您当然是提过一句话 就是说这过去都过去 可是事实上历史还是必须被还原 可以让它放下 但是事实上真相还是要浮现 同样的我也想提一句话 就是说在2002年的 200几年 这个考试院政府院长 2002年的时候 考试院政府院长被提名的时候 这是已经过去了 不管是蓝绿的这个互动都应该过去了 但是您的心境是怎么样 是您觉得外界都一直认为说 有这个蓝绿的情节 但事实上您也获得了102票的这个支持 其中可能大多数是一边 另外小部分是另一边 可是怎么会变成就是让您觉得说 对于这个政治也好蓝绿 总召好可是您又也担任这个国民党联政委员会的召集人 当然国民党联政委员会的召集人是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他是认为说这个是应该有五党级不要有党内人的出任 可是可是呢 您觉得去以五党级的身份去担任一个政党的这个联人委员会召集的 很容易被外界解读是有党派的 不会的 里头有一半以上都是五党级的 包括里生意委员也在那里 但是召集人不一样 召集人是里头里的召集人而已 又不是什么特殊的 只是会议的召集人 所以说不代表政党的形象 就负责开会 里头是一半以上都是五党级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中选会的主委 说我只是会议召集人 因为委员会是合议制的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这个主委的这个 他的认识的这个色彩就凸显不出来的 你知道我意思 就是马总统如果提名任何一个人 他反正我中选会 主委只是委员会的召集人 那委员每个人都是大家合议 有必要这么消极吗 不一样 中选举委员会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怎么样的 因为这个是要赋予全国选举的一个重任的 所以一定要 有自己的看法 公正的超然的立场来做的 那公正超然就是会议召集人 这是最公正的 没有掺杂自己的个人色彩 是最公正的超然 只是会议召集人 还要研究里头的各种法 对嘛 所以有自己的看法 当然啊 对啊 所以说 我的意思是说 您不大愿意去碰触到 刚刚我所提的那一段的过去 轻轻带过 但是 我总觉得 总觉得很多事情要放下 而且如果您可以 也是去了解一下事情的 真相始末 当然最后的结论还是要放下 最后的结论是放下 好了 我想请问一下 刚刚许多人都提到这个 而且我还要补充了 这次的提名很多执政党籍的委员 或者执政党籍的党内的干部 都提出要补偿你 补偿你 好 你以为然吗 不以为然 无所谓补偿的问题 那当然没有 也许您个人宽怀大度 雍容大度 觉得这没有什么补偿的问题 但是别人认为说 以前可能有亏待你的地方 所以现在要补偿 这也是一个表态 你接不接受这种补偿 我觉得这不是补偿的问题 不是补偿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没有 这是认为我可以非常公正的 来处理中央选举委员会的 各项职务 因为您过去承认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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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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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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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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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